開始 好 那我們今天的晚餐 我們來吃這一間海鮮很有名的店 Thank you 我們來吃這間 今天有跟我們推薦的這一間 Pedro Alta吧 看這個招牌就知道是 龍蝦 海鮮 超多的 然後它這邊很親民的是 它的菜單都是圖片 這裡就看你要什麼 全部都是圖片 然後又有海鮮 龍蝦、蝦子、Oyster 這種的組合都有 我們剛才看了一下 剛剛好像人多來吃會比較好 對 因為它都是大大份的大大份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剛剛就點了這個 好羨慕喔 後面是點這種的吧 點這種的 他們就是點這種的大份的 然後它還有烤肉跟薯條這種 然後它這一間 我們剛剛六點半到的時候 然後它要排隊 可是它排隊也蠻快的 因為它樓上很多位置欸 它有兩層樓 樓上蠻多位置 那它這間店在巴黎有兩千 那我們今天吃的這間 是在香氣力色大道 它剛上了一個這個我想說是什麼 然後大概 哇 每一桌都有一個這個 原來它是有附湯欸 呦 粥 哇 五百年級 哇 難怪人家說物燒就是 真的欸 這個湯 這個湯 薯條 好 酷 它這個是直接這樣子喝掉 粥欸 還是粥欸 海鮮粥欸 點這個海鮮塔呢 裡面就是有很多滿滿的蛋菜 然後一隻龍蝦 還有兩隻小蝦子 小捲 喔 還有更小的小小小小 下面好像是馬鈴薯 那樣子 我要來吃欸 還好我沒有這樣亂點再多點什麼東西 你們這樣子就有很多了欸 這蛋菜很可以欸 這完全是不敢吃蛋菜的人 它都可以吃的 很好吃的 然後海鮮粥也很好吃 它旁邊這一圈小捲 剛剛吃了一個 真的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 很鮮 完全絕對 這下面還有馬鈴薯 滿滿的馬鈴薯 對 這裡都有薯條了 還有馬鈴薯 這是絕對是吃不完的 你看 你用得好好欸 我可以幫你用欸 不好吃 又好了 推薦指數 有幾顆 可以 五顆星 我覺得應該要來 每個人都要來 我覺得可以放進 來到巴黎必防餐廳 好吃 而且CP值高 很划算 而且其實不用等很久 它樓上很多位 哇 很有 那吃飽後 我們來到香榭麗色大道 這裡 從剛剛那個晚餐那邊走過來 大概不用兩分鐘 後面這一間 叫Uray的馬卡龍 就很有名 這些台灣也有 它這一間叫Uray 就是大家都有推薦這一間 可以在室內用餐 它很多甜點都很好吃 我剛剛看到它的出床 對面它還有另外一間 也是很有名的 叫做PH那一間 好漂亮的一條喔 香榭麗色大道 原來這麼美 其實來到法國 巴黎這邊 沒走到一條 就說哇好美 然後到下一條 就哇好美 這裡到下一條 哇還是好美 更美 海旋門就在那裡 它這一整排的數 都是兩斤斤的 就對面那間 太多人了 我們來對面這一間 哇 他們跟歐斯丹的聯名 喔 不 不過你看 兩個月有盒子 它那盒子可以裝飾 好了我們買了兩顆 四個歐 跟台灣交集合作 好我現在洗完澡 我現在要來享用我的馬卡羅 嗯 剛買了兩顆 一個是巧克力口味 一個是開心果 嗯 嗯 好酥喔 真的喔 跟昨天那一間比起來 有得比嗎 這真的更酥 真的喔 口外不一樣 吃一半 一半給你 我看你根本不只吃一半吧 好啦 就一半給你 我覺得在法國這裡的 馬卡羅龍都比較好吃欸 它就算運去別的國家 像是台灣之前有賣啊 也沒那麼好吃欸 可能 暈到那邊的時候 已經隔天了吧 我猜啦 可是真的有比較好吃 如果是隔夜 放到明天 可能就比較不好吃 我覺得在法國 連麵包都有比較好吃 喔法國麵包真的蠻好吃的 雖然台灣麵包 還是做的蠻好吃的 今天早上我們去市集 然後就逛一下市集 就覺得 哇這市集也太漂亮了吧 市集的東西都擺放得很整齊 很美這樣 真的是我們到每一個國家 都想要去逛一下 他們的市集喔 對 然後還有愛菲爾鐵塔 真的是很酷 就是近看的時候 你真的覺得很酷 壯觀 對 跟在明星片上面看 或者電視上面看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對 在那個附近真的全部 東西都要很小心的拿著 因為會太興奮 然後興奮到忘了 要顧身邊的東西 對 而且就是身邊的人都 蠻擠的 所以真的東西 要小心拿好 然後我們的晚餐 買一個很好吃的晚餐喔 果然是大家都推薦哪一家 非常推 我們也推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那明天見囉 好冷喔 晚安 明天要再多穿一件 對 晚安 繼續吃 期待我這一個 開心果口味 嗯 妳喜歡哪一個 我喜歡這個 這個口味 妳都還沒拍照欸 嗯 我還沒拍照 哈哈 哈哈 我這個不敢放給你吃 好好好 晚安啦 晚安 嗨 早安 早安 睡得好嗎 好 我覺得我們住的那間算不錯 因為就算我們是在住在第二區 對 那我們在房間裡面也是很安靜 挺不太到外面的 對 然後離很多景點都很積極 只是它的房間也小了一點 非常小 對 因為它就是在室非兩人市中心 它其實是房間很小 嗯 所以它有一些公共的客廳啊 早上就是在那邊弄的 對 而且像是咖啡啊 水啊 都是免費 對 它就會都很給我們 算很棒 我覺得 以這樣子的一個地點 這樣子的一個設備 然後這樣子的價錢 我覺得OK 整體的人也是蠻nice的 對 那我們現在要去前面附近去吃一間早午餐 昨天看到排這樣子的早午餐 希望今天不會排太多人 那吃完後呢 我們就會去逛逛 這裡的超市跟Farmacy 然後就會準備去英國了 有沒有人 我看看 欸 我下面有排隊的人 天空沒有人 天空沒有人 天空沒有人到底有沒有人開啊 有吧 真的都沒有人 太棒了 好美喔 好美一點 然後它這邊的菜單裡面就是早午餐類型的 它有像斑奶的一顆蛋啊 然後 然後 法式吐司啊 甜甜鮮啊 這一種的 餐點 是不是有那種水果碗啊 那個水果碗 對 我記得我有看到那個漂亮的水果碗 然後它有很多種的咖啡 它咖啡當然是超多種 大概十幾二十種的口味 它這邊價錢是怎麼樣 它價錢大概就是咖啡大概是五塊上下 嗯 然後每一個餐點大概是十五塊上下這樣 對啊差不多 對啊差不多 然後它這個就是一個網美店 然後它這裡有一些愛心符號的 愛心符號的應該就是推薦 所以我就點了一個 我有點了一個唱比較特別就是 粉紅泡泡哪裡 然後它在櫃檯那邊呢 還有一些甜點可以點 好來我們先點了一個 不斑奶油蛋 可是它不斑奶油蛋跟其他家不一樣 其他家下面都是用那個 一個群馬粉 我更是用法國麵包的底底來做 再做下面那個 所以它這個感覺要吃更大了 然後它剛剛有說我選我要配羹或是三文魚 我就選三文魚的 看 我再等下你吃吃看 然後我們還有點了一個小肉桂圈 跟一個粉紅拿鐵 像我這樣吃太好吃 你一樣吃就少有感覺就是 要把這些醬啊然後 酪梨醬啊然後跟麵包這樣子 然後還有桂圓這樣 還是要一起吃 你粉紅泡泡整個在你的身邊耶 而且背景還粉紅 非常好 好我們現在在我們住的附近這個 車站 這個 這個 不會黏但是它離旁比度中心很近 對 然後離我們住的地方也很近 對所以我們現在來光往這邊 這邊來推個短期 這裡很多地方可以逛 對 而且剛剛看一下好像很多車會經過這邊 對 車子都可以 感覺是個蠻大的站 好那我們現在在巴黎北站這邊 我們準備要搭歐洲之星到英國去了 對 那次他們巴黎旅行的 雖然短短的幾天而已 但我覺得 巴黎人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冷漠 有些人 遇到蠻多人還是蠻熱情的 有些人會幫我們開門啊 對 或者是服務生也是蠻熱情 當然冷漠的也是有 對啊 要小心的人 也是有碰到幾個 需要特別小心的人 對啊就是自己在外面都是 注意拿好你自己的東西這樣子 對但其實我覺得旅行就是這樣 不管到哪個國家都要特別小心很多事情 對然後提防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蠻不錯蠻好玩的 而且真的很美 對然後東西也很好吃 對 就除了那間 嗯 我覺得是還可以再多停留幾天 是還可以的 好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英國囉 嗯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掰掰